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muffin family 我是餅媽 今天終於來到餅媽教室了 真正的餅媽教室了 我們今天邀請了三位小朋友 去參加我們的月餅工作坊 你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Orangine 我是Harkness 我是Harkness 是比較害羞的 我們今天會有什麼材料 有鹽鹹 對 紅豆 對 紅豆沙餡 我們會有這個鹹蛋黃 我們秤了這個鹹蛋 多少 這個鹹蛋是7g 我們總共的鹹蛋黃 要加上這個鹹蛋黃 要30g 這個就是23g 我們要找一個人 要負責秤這個23g 你就可以 方圓放到這個地方 抹掉一張桌子 對 搓完它 對 它現在是因為 冷了 它是有點散的 對 因為有油 你一搓完它就會黏 對 按一下它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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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到差不多 有很多圓形 我們直接放在這裡 對 分開它 對 小一點 這裡散光了 這些不可以 有裂紋 是不可以的 可以嗎 你這樣按一下 我們把桌子抹掉了 重要的東西說三次 對 我們呢 你要用你的手 你要放膽一點 去搓了 先搓了 硬了 怎麼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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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分好蓮蓉餡 15粒 好 如果15粒的話 我們就要做15個油皮 是放進去的 OK 油皮呢 我們就是20g 對 我們又是清 又是一樣 搓完 放在這裡 因為這個油皮 一定有多的 是放在紅豆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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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20g 又是一樣的 這個很不錯的 炒完形 放在這個碟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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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很容易的 這個很容易搓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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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很可愛 這些材料呢 全部都是我做一晚 就準備剩的 因為油皮啊 那些 最好就冷一冷 對 就會硬一點 對 如果不是剛剛 拆好那個油皮 你馬上包 是包不到的 因為它會不夠硬 會很濕的 對 我們要 冷一晚 全部都 這就是我們的新成員 鬆餅的妹妹 芝麻餅 都是餅系家族 我們就下一個蓮蓉餡 好 可以嗎 蓮蓉餡呢 我們壓扁去吧 壓扁去 盡量不要讓它散開 那他就拿一粒 蛋黃 對 那你就包著它 對 對 總之呢 蛋黃一定要在蓮蓉裡面 嗯 那你自己用辦法 不要讓它散開 因為其實 它不夠油 它都會散的 那我們就輕輕 又是按 可以嗎 好 那做完呢 OK 包住了那個 蛋黃 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拿一個油皮 油皮 我們按扁去 那你見到油皮 我們按扁去 都是 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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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把它包住 OK 然後 反轉 按一按 然後慢慢 看著 慢慢 這個不可以急 而且一定要慢 慢慢把油皮 推上去 對 要包住那個 蓮蓉 的 有了點裂痕嗎 沒有的 你看到嗎 一邊推 有裂痕 不要緊的 你就搓 滑它 它是油來的 你記得嗎 你剛剛做這個蓮蓉的時候 它也有裂痕 一塊散了 你一邊搓的時候 它沒有了 滑了 全部是油來的 整個手都是油 OK 那你就記住 這個是底部 包的時候 這個是表面 表面一定是最美的 可以嗎 表面證完之後 就是上面有圖案的那個位 那我們就要這個 就要放那個粉 就是這樣 可以滾長一點 可以 因為如果不是塞下去 那我們撈一撈 沾了一點點 然後撈一撈 因為防止它 黏住那個 那個 毛 這個毛 也是每一次都要下 不要因為 只是下了第一次 就第二次不下 那我們就 塗一些粉 對 都是塗一些粉 多了就燉了 那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 可以嗎 嗯 放進去 我們就放在 盤上 我們先好 按它 這樣呢 我們呢 輕輕地 按兩下 OK 不要按到 可以嗎 輕輕地按到 你感覺到有東西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拿起它 拿起它 然後我們就燉它出來 哇 哇 哇 很漂亮 OK 對了 那我們之後呢 就 做完這個 我們就做第二個 啊 撕了啊 啊 撕了啊 啊 啊 我不吃了 是不是這樣呢 對了 等一下 你們做完給我 幫你 做好一點 對了 OK 包油皮 你做完給我 幫你 後期檢查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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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這樣看著 你這樣看著 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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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拿起它 然後按它出來 耶 OK 對了 對了 這個要刺的 這個要刺的 有個花花樣 有個花花樣 啊 放進去 對 看都如何放進去 對了 好 放在那裡 站起來 等等 放在那些 輕輕地壓 壓一下 大力一點 拿起 再按 按兩下 再拿起 按兩下 拿起 對 然後拿起它 按它出來 你扶著自己 對 按它出來 對 行了 OK 來了 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對 可以 按一下 對 按一下 對 好 拿起 好 OK 這個是你的 這個是Wuby的 這個是誰的 我 你叫什麼 Harkus Harkus 這個是Harkus OK 好 好 我們吸好 有專業版 還有非專業版 我們焗之前 我們要在上面 噴一點水 讓它的水分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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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熱烤焗爐 180度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烤5分鐘 沒有掃蛋黃 焗完5分鐘 再掃蛋黃 焗5分鐘 讓它的外層定型 我們就在上面掃蛋黃 好了 我們現在就 180度焗5分鐘 我們就 面子就定型了 中秋這個字 我們還可以 還可以 我們現在就掃蛋黃 我們現在就掃蛋黃 我們就 換那個燈焗爐 就 換 150度 我們掃蛋黃 我們掃完蛋黃液再多焗5分鐘 150度 芝麻熱死你呀 芝麻熱死你呀 OK 搞定 好了 我們焗完就看看成不成功 完成了 好香 先看看 看到美化的樣子 有一個很漂亮 中秋這個也看到中秋兩個字 很成功 有狗爪 有小朋友做的 等下他們會自己認領自己的帽子 現在是9時50分 我們最後一盤奶黃月餅進去 這個是流心奶黃 我們進去 剩下很久 流心奶黃是放棄人生 我們200度 5分鐘 5分鐘 然後再上蛋黃 再5分鐘就滋潤了 芝麻 很累了 你看我的手 好 上面也是 好了 我們現在到了 昨天做了月餅 現在是第二天 我們要等月餅 先回一回油 這樣會更好 這個已經 回了少許油 轉轉轉 我們會試吃傳統的月餅 這個不知道有沒有蛋黃 在裡面我也不知道 這個就是我們昨天做到 放棄人生的奶黃月餅 那個流心的餡料 真的很辛苦 現在好像是塔 然後我已經做了熱 我先切一下 看看有沒有流心 先試一下流心月餅 沒有流心嗎 叮得不夠熱 看看 看看 不是有的 有的 有的 不是流下來的那一刻 因為 其實應該要冰一晚 才再拿它焗的 但有的時間關係 我們要馬上焗 沒辦法 好了 我們現在試味 看看有沒有吃 有沒有 有沒有那些 酒店的效果 沒有 對 試一下 啊 沒有關係 哇 好味 味道是非常好 跟那間酒店也是差不多 好 那我們試完這個 我們就試一下 其實 其實它裡面也是OK的 因為它是 這個是曲奇皮來的 曲奇皮就會比較濃 嗯 跟那間酒店真的差不多 沒問題 好 那這個我們就是 好 我們先試一下 這個傳統的 這個應該是紅豆肉 紅豆 紅豆 有沒有奶黃啊 有蛋黃啊 有蛋黃啊 有蛋黃 對啦 我們這個 有蛋黃的 好 我們來試一下 看看會不會很甜 可以笑 好棒 多蛋黃啊 哇 哇 好吃啊 好香啊 吃到整個 對啦 對不起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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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這個餅媽工作實在成功嗎 成功 有多樣東西成功解鎖 我們來到英國可以 什麼都自己做 OK 那我們今天的餅媽教室就到這裡為止了 咦 我們之前還沒介紹 為什麼有隻寶寶在這裡 它叫做 芝麻餅 我們是我們鬆餅系列 餅系 餅系 第二個成員 第二塊餅 它叫芝麻餅 對啦 你先打聲招呼 Hello 我們一起去鏡頭前面 Hello 是雷雷來的 對啦 鬆餅當的妹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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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著妹妹 看著鏡頭 好 好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 comment like 還有subscribe 如果喜歡 想我們做其他食物的 又想我們拍影片的 就留言給我們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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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